严亚伦七年前在花莲大地震后,发文表示,下雨把干燥的土壤淋湿,因此地质松软,造成今天地震不断。 当时被不少网民抨击,起料后来印证的确有该种可能性,最近台湾遭遇六级强震,又恰巧是天气干冷的时候发生,也让严亚伦又骄傲地发文,恭喜自己的地震干冷论被证实,让他一息之间成为地质系歌手。 前几天,台湾东部海域深19000米发生规模6.0强震,碰巧严亚伦几天前才发文,入冬之后地震频繁,我想是因为连日低温造成土壤干裂,以至于地震频发还特别在底下注明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地质系同学,没想到昨天还真的地震了。 他稍后在脸书发文,在确认没有任何重大灾情之后,我要恭喜自己干冷论,稍早被证实。 2022人银年第母经原文 诗曰 太岁人银年,高低近的风 春夏成干润,秋冬处处通 残桑熟无地,古迈已江东 桑叶不堪贵,蚕丝却半风 更看三丘里,河道岁重重 人民虽富乐,六处尽遭凶 补曰 虎手直碎头,处处好甜愁 桑这也不贵,残娘免忧愁 和蜀多诚实,耕夫不用忧 2022人银年第母经一世一补 我们也可以大致知道 2022虎年,匹极太来 人们多乐少忧,风调雨顺 总体是一个大极年份 农业大丰收年 人们富乐之年 2022年农业来说 是风调雨顺比较好的年份 但是养殖行业可能会遇到凶事 爆发勤流感 猪瘟之类,疫情的可能性大 2022年甘之纪年为人云年 五行为水墓,天干五行为水 地支五行为墓 如果是五行缺水墓的人 2022年是运势不错的一年 如果是五行缺水积墓的人 2022年是运势则不能称好 如果是五行缺金的人 2022年是运势不佳之年 如果是五行缺火的人 2022年运势也不佳 如果是五行缺火的人 2022年运势一般 2022年热门行业 纺织服装 造纸 中药 林业 茶叶 文化教育 科技 化工化仙